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天天科学 香港时间现在就是5月15号 香港有大件事就是东铁线终于过海 搞了很多年 终于今天有个大的基建工程落成 大家特别在铁老迷都很着弱 之前我来英国时也接受过不同的访问 有些人都问我最不舍得香港是什么 当时我也不想得很清楚 其实食物也有些不舍得 不过我不是很贪吃的人 所以我都不会说自己最不舍得食物 不过一想起最不舍得就是香港的方便 香港的交通建设 香港的基建 香港是一个高密度的垂直城市 交通非常方便 走到街上踢对拖鞋 也有很多化餐店 酒楼 基本你走15分钟北都走得到 就算走不到的地方 也有铁路和巴士 铁路四通八达 基本上是不驾车 其实是方便于驾车 跟着刚刚落成的沙中线过海段 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基建 还看到早十年八载开始规划 到现在就有成果 也为香港开心 也要炸一赞香港基建的发展 所以今天很讲讲基建 讲讲香港的东铁线过海 我今天变了问题儿童 所以准备了一些问题 放在留言里 一会自问自打 在正式继续节目之前 请大家记得点赞分享和留言 也请免费订阅胡思频道 订阅了YouTube 有时可以 通知你 我一出新片就会 让大家知道 大家如果有相片 可以通过胡思聊天 Telegram的胡思聊天群组 或者电邮就通过我和大家分享 先看看相片 首先有朋友在Sydney 其中一个华人区 Weekend Night Market 其实也不少朋友在澳洲 澳洲朋友可以 传多一些照片过来 让我感受一下澳洲气氛 然后有朋友去到 德比河三国交界处 也很特别 这里也不懂得看这些字 不过欧盟其实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国际组织 相当有用的国际组织 这里就是同学朋友 在荷兰和德国的边境 有了神根之后 其实在欧盟 神根的公约国里面 穿梭就很方便 以前就要过波达 现在就没了波达 走都走都过去 那就没关了 很方便 另外还有欧元 也是很方便的 虽然有机会 再跟大家讲讲 欧盟 这个组织和欧盟 达成了什么 另外Nelson就是前几天准备降落 韩国的日出和 高低层云海之间 我也是很喜欢 搭飞机的时候 影响云 不过也有整年 没搭飞机了 有没有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一年没搭飞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有机会 多谢Anthony 今天的主题 冬天最后一日 使用红磅站 红磅火车站 红磅火车站 地面1号和4号月台 然后就转了新月台 距离巴士站 是远了 大家如果转巴士 就没那么方便了 有些巴士线 好像301 都会停洗 另外一些就改了 有些就减班次 都正常的 如果东铁 自己本身都过了海 就没什么大必要 就转巴士了 以前我也试过 搭东铁去转巴士 都觉得挺方便的 因为那个位置 一上巴士 已经是巴士专线 隧道口 其实隧道点塞 也不太影响 不过以后 影响更加厉害 因为直接过了海 另外Anthony Yip 乘巴士 入西水之前 拍的 看到很多云 应该 几清一下 应该当时 没什么 昨天早上10点半 Anton 拍到香港 的情况 另外就是阿烟 阿佳 老佳 多云 无鱼 昨天香港的鱼 比较小 比昨天的预测 好像被大鱼加雷 不知道 要不要检查一下 另外真香港人 拍到元朗迷暴 元朗 地点 这个元朗地点很特别 将来的时间 再跟大家讲讲 我见不少朋友都进来了 接着就讲讲 冬铁线 冬铁线 香港时间5月15号 今早开始 就懂得过海 其实就多了两个站 一是汇展站 一是金钟站 汇展是一个新站 我也没什么机会 试了 将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回香港和大家团聚的时候 希望可以 去看看 金钟站 是四线交汇的地方 很多混合 每一线都有两个方向 加上是否应该有七个转线的 香港的中央车站 如果大家去过 大部分地方的中央车站 都是打横的 香港的中央车站 是打动的 垂直的 不是向高的 是深 深入地面 深入地下的 冬铁线 较早前 已是换了 全部都是韩製的 现代化列车 外观也算是挺好的 内拢其实也挺漂亮的 这是头等车厢 当然特别漂亮 看来 这些椅子 又不算是最舒服的 不过就是简级实用 如果大家没有位置 乘坐头等 试试 这些头等箱 为什么都不错 可惜 我离开香港之前 就没事 也有乘过 现代化 有乘坐 但就没想着 进去试试头等 很久没试过 因为我记得第一次 当年第一次小学时候 乘坐火车 居然是乘坐头等 不知为什么 当年 所以很可惜 没有一个完美的 试试乘坐东铁的 头等的机会 也说了一件事 转开一点 其实我还没来到英国之前 我在香港就住在高铁站隔离 那时候就想着 应该这么近 有空 拿半日假 拿日假 就去深圳走个圈 谁知道一半去了 没多久 2019年 就是反送中 然后说过关要查手机 也很害怕 觉得麻烦 又觉得要哪个手机 又要找了另一个手机 才过关 一直没有起心 做这件事 谁知道拖着拖着拖着 然后又来疫情 结果 我离开香港之前 结果虽然住在高铁站隔离 也没机会 试试 讲心讲高铁 也不知道将来 再有没有机会 所以大家有机会 现在 东铁线过开这么神奇的东西 大家就是要试一试 不是以为 硬带在这里 将来 慢慢试都可以 你看上海 北京 硬带在这里 你又不能在上海 搭地铁 所以有机会 特别在七一之前 还叫太平盛势 不知能不能这么说 先说了 趁着这个时间 试试冬铁线 这张图 其实也和我工作很有关系 因为一挂八号风球 肯定就出现这个场面 我想全世界的 大众公共交通 都没有预估 百号风球 大家一起访工 这件事 所以就一定是 超过的 超过的也不只是 百号风球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 亲身体验这个情景 就是 2019年的6月 不知道大家朋友 是不是都和我一起 在这个 几百万 几千个人头里面 其中一个 我有两次很逼的 那次是 都是合法的一个集会 那一次就算是乘地铁 另一次 乘地铁就是堆在这些人里面 另一次算是乘过巴士 其实也很逼的 也是 很厉害的 一过了就马上走回到铜锣湾 不知道大家没有这个经验 现在四线汇聚 金钟成为了香港的中央车站 将来会不会又是这么逼 那条铁路就很方便了 大家上不了车 我记得刚才 也有些朋友这样说 叫你等车 看到Nelson 对Douglas说 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这样 还有12卡转 旧卡 也有一个影响 咦 为什么这里是这样 不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 不要紧 这里就看看 金钟站有什么特别 会展站我就不特别说了 其实都是两层的单边月台 金钟站的特别之处 就够深 其实继继续埋排 终于有八层楼 高 不过就是深入地下 转转的楼 人行天桥 和地面那两层 大厅 接着说到线 就一向都有了 大家 在香港住过的朋友 应该也很 不会陌生 Lv4 这个Lv4就是向下数 转车大厅 转车大厅 中间的位置 不太感觉 不过也是一层楼 接着我在香港也踏过南港都线 所以我已经去过 Lv6 最低那层 不是最低那层 最低那层 最低那层 南港都线月台 也很漂亮 其实这个 南港都线月台的上面一层 就是新的东铁线月台 转成通道 之前就没开通 没有机会去 大家在香港的朋友 然后还可以体验一下 然后才选择是否离开香港 接着 可以说回一些 自问自答的问题 我按了自问自答的问题 自己先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 火车还是冬铁 你当然叫冬铁线 火车 还是冬铁 大家不妨在留言 我一会看看大家会写什么 我从小到大都叫火车 所以很难过得了 现在 最后的几年都叫冬铁 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冬铁这个名字 也有点问题 冬铁就不是一直叫冬铁的 我在马尿水大学读的时候 就不是叫冬铁的 就叫九广铁路 什么时候开始叫冬铁呢 其实在1996年 因为当时就决定了 起西铁 虽然没起 没起好 但是也先改名 叫九广东铁 之后 九广铁路和地铁合拼 然后就变成冬铁线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西铁了 因为西铁已经变成了团马线的一部分 还叫冬铁是不是有点问题呢 因为一团马线 继承来说 大概有一半是冬铁的西面 另外一半是冬铁的东面 冬铁其实是中间的铁路 邏輯是不是应该叫中铁 不过中铁是一个可能性 另一个想法就是 香港的地铁线路改名 都有一些逻辑的 一般来说 如果一条线路一个头 就在好市区的地方 另一个头就在没那么市区的地方 那就会用没那么市区的地方 尾站 去叫它 所以我们有全湾线 有观塘线 有东冲线 有将军奥线 虽然港岛线 可能当一个例外 如果真的要这样叫 港岛线就叫柴湾线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 这个中铁线 东铁线 东铁线 中铁线 whatever 就叫罗湖线 或者叫罗马周线 又或者叫 边境线 或者是出入口管制线 叫出线 出铁线 又或者这么复杂 有中铁线 有出线 会不会两个字 夹在一起 丢在一起 叫都可以 这个 不过我就知道 英国就不会改你过去 所以大家 以后又多了个名字 火车当然是热门 有些车全部用电力 也不是用火 冬铁其实也不对 又不叫中铁 又不叫罗湖 又不叫罗马周 又不叫边境 又不叫出线 又不叫出中线 所以叫什么名字 也是不太对 不过香港不是很合适的 谁知道是冬铁 天文台的名字 你算大饭 也不是做天文 虽然有做天文 不过就很花饭 好了自问自答第1个问题 第1个问题 第2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了铜锣湾北站 这个要讲一讲 其实原先铜锣湾北站 原先是打算在这个位置 当年也要讲讲历史 因为沙中线最初其实不是给九铁 当时还有两家 铁路公司 一家叫九光铁路 一家叫地铁公司 香港铁路公司 应该叫做最名 我没记得 香港地下铁路公司 两家铁路公司 最初其实是九光铁路 逼得 这个沙中线的兴建 原先他的建议里面 是有一个铜锣湾北站 但是 后来发生很多事 有两铁合并 然后再评论一下 看回立法会资料 最后为什么 决定 飞了这个站 不建铜锣湾北站 一红陷一过去就变成回展站 如果 侧根据当年的资料 如果要建这个站 干乐道这一段就要停 五年 五年不可以通车 他不通车 这里又不可以填海 就是维港 变成不知怎样 车车不知怎样 车车不知怎样 改道 也不知怎样 所以就可能太麻烦 太多不便 所以就没气 不过当时就没有水晶球 不知道原来香港 疫情关系都停了两年多 其实交通就没那么繁忙 如果只是预知到原来的交通没那么繁忙 是不是其实那五年都值得 建一个铜锣湾北站 因为多个站和小个站 都差很远 多个站其实 可以疏到的人流 其实是多不少的 可惜就没有机会起到 另一个类似是因为交通的问题 而建不了的站 就是鑽石山站的本来的预留月台 其实在农场到底 其实是有预留的架构 结构在 原先的沙中线 是由大维至 红磚 经土关环那边 原先经过鑽石山 如果不是因为交通的问题 其实有机会可以用预留的 结构 不过可惜就最后没有了 所以大家在转石山站 转车就比较没那么方便 铜锣湾站 虽然就不在东铁线里面 但其实也有谈过 会不会是 北港岛线的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 第三个问题 究竟北港岛线 还起不起 其实在香港 将来会起的 跌路发展策略里面 我只是觉得 北港岛线 就是最值得 起的一条 线 因为港岛线有多爆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朋友 每天都是 很多人 我不算疫情期间 少了人 但在疫情之前 打风下雨更加 迫得爆 基本上 除了全湾线 也没有哪一条线 有去那么迫 如果你建一条新的线 一定可以宣门到人潮 但是 聊聊聊聊了很多年 都仍未有着落 原先 港铁北港岛线有个 缓线方案 其实这个 是非常好的方案 东冲 一直贯通 去到柴湾 另外 坚尼地城 贯通 去到 将军路 就少了一条线 或者两条线 长了的线 不是三条线 减少了要转车 的时间 以及成本 行少 不过很多人反对 特别 现在 紫色这条线 很多人 会认为 港岛线 当然是 serve港岛 如果去了中间路线 其实这里变成了 将军路线 就没有了港岛线 少了identity 这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原因 我想当时 铁路公司的 工程师 应该就没怎么考虑 不过应该也有些技术上的原因 始终东涌 可以说是 市交铁路 很多东西的 设计 和 当年 比较旧的港岛线 都很不同 电力 界限 车有多大 都很不同 要改 很大工程 所以 因为技术丸 我主要认为技术丸 比较多 应该 没什么可能 做到换舍方案 似乎政府属业方案 交汇方案 交汇方案就是将军路线 由北角之后延长 去到回展 再去天马 另外东涌线 就去到天马 就变成天马那里加回 如果起也比没有 不过就麻烦一点 如果你在 举例 你从奥运集 你要去北角 你也要在天马 站那里 转 北角 就是转线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想到 其实我看到网上都说了 其实你也可以继续用换舍方案 不过就不像这个换舍 而反过来就是将东涌线 一直直通到中温路线 这两条线相对比较新 即是 比较高 要改的话 技术的可行性 应该会大 不过也有些问题 东涌线一向比较疏 特别是东涌和机场快线 郭海路段和青马大桥 都是共用路轨 就限制了班次 如果是 有些班次 就去到 天马或者去到 香港站 就停了 不知道又行不行 很复杂 不过最新的消息 就好像 连这个 不是那么理想的方案 都未必有行 因为想省钱 或者结束原因 就是 北铜锣湾 和天马站 可能都不起 到时可能只剩下 北角去到 汇战 是不是有些失望 这个我也是看 维基的资料 香港的新闻 就看到 和讨论举 最后是怎样 就不知道 好了 香港有很多铁路 其实 这些对民生 民生 真的有帮助 工程 基建 其实我通常都觉得 应该是要付钱 天气 但是那些是无无畏的东西 就应该省回去了 如果省回钱 过往少了几只大白铸 其实这个应该 一早已经可以上了马 就是舒缓了地铁的制作情况 看看大家的留言 才下去讲天气 雷达那里有稍后再说 Nelson 叫了这么年都是货车 我和你一样 改不了 雷达稍后再说 冬铁线12卡变旧卡 想出来的 不知道搭车尾 他很奇怪 月台的土木工程 结构就要了10卡 我不明白 为什么当年申请那些 环瓶那些 不一次个动10卡 先做 你以后 真的 你可以开波是9卡 你以后真的要转10卡 你也方便 是啊 车程是短了 上不数车才说 真的 逼少说 不过有些人说 新的行制 现代发列车 设格好一些 门就比较 有效的 利用到 车卡和车卡资本的位 以及位置 好像少一些 应该多一些人 德克拉斯说 试过一次在佐端站 登了5公司 才逼得上车 是不是 那就 我不计2019年6月那次 那次我都不知道登了多少班 数都数不到 我记录好像是三班 或者是其他时间 如果地铁举了 不知道怎么办 香港地铁很重要 这也显示到香港风暴潮的问题 香港 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想过 风暴潮 风暴潮最影响什么 在香港 但是在其他城市 风暴潮 导致地铁举了 是发生过的 而且一举就不是一两天 起码 一两个礼拜 香港地铁真的是可靠 特别是和伦敦比较一下 不过没办法 伦敦百多年历史 都很难要求太高 英国西南部 英国一间 英国天气先说 我先看看 胡主任在英国搭头灯 比搭东铁的头灯更好 英国不需要付钱 搭头灯 或者将来有机会 做到先 我现在搭普通灯 我都要隔来隔去 要想想 Split ticket Rail card 才敢搭 英国的货车 都不便宜 你太早离了香港 现代发列车都没机会搭 我都好一点 起码都搭过一刻 红磡站也算是中央车站 有本地客车 直通车 快没了 前货运日铁楼 以前是中央车站 叫香港站 红磡站 现在叫家汇 也是一个转车站 也是重要的转车站 不过 相对于金钟站 就没那么中央了 MN说是货车 是的 雨那些我稍后再说 Nelson说香港地方太小 很难打完发展 是整个城堡 香港是Vertical City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地方 好像香港 Vertical 将来也会和大家介绍一下香港的市政 有好有不好的 好和不好 再和大家说 Gary还叫狗铁 真是长城 我都很久不叫狗铁 应该说 我们老一点就是叫火车 九铁就是刚刚中那一代 冬铁就应该是新一代 从小到大都是叫火车 保持冬铁的名字 历史园 但是冬铁 这个名字也不是很旧的 96年才有的 如果说名声正确 金融当年都叫地铁有问题 地下铁 当年中文老师说要地车 写作主题叫地车众生上 好像是我小时候有人这样说 但是当时好像跟着日文 叫地下铁 好像最初是 所以 忘记了 语言是一样续成的 现在大家都叫地铁就地铁了 英国有没有火车年票 年票我就不知道 季节目是肯定有的 季节目是季节目 年票就不知道 英国的火车票很复杂 是的很复杂的 同一路程可以不同 好像买贵票 买贵票 买贵票也更好 我怕买错票 上错车 然后被人罚钱 很糟糕 有分off-pit superoff-pit 跟着有分你没有rails card 然后又要留意 你速度那一刻 一定要停个站 真的很复杂 还有term-chain condition 就有什么 permitted route wire-allpermitted route 有时候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慢慢说 真的太多了 预期中铁线 ML riders说预期中铁线 比较购买的名字就是南北线 其实最初 上立法会文件 就是叫南北走浪 如果这条线叫南北线 我也合理的 因为香港南北 最南北就是这条线 不过问题是 团马线是否叫东西线 因为香港很多条线都是东西走向的 港线也是 东冲线也是 所以可能这样 避免了 你问我 中铁 或者叫 边境线 或者是 罗洪线 也不像这么说 Emma riders说英国没有连票 有月票 不过也很贵 不一定便宜很多 而且现在 我认识很多人都不买月票了 因为现在是home office 一个星期回到两三天 甚至是一个月回到两三天 也大人在 所以很多人 逐次买票算了 不过又出了一些 flexible 些的 又是很复杂的 是什么事 丹利利说 根本两天不应该合平 是的 其实我觉得 收费系统是应该合平的 但是不等于两家公司要合平 其实 有很多方法做的 不过将来就很难说 鑽石山 临时站和屈地站 屈地站没有出现 都有神秘月台 听数很慢 不知道有没有经过 鑽石山很可惜 就用不了 不知道 以后的东九龙线有没有机会用 临时站 我想会用到的机会也很小 不知道有没有经过 不过我科学人 不信这些东西 当你回答Douglas 买rail卡 买月票 买Avan Single Avan Single是不能改飞 不是 Avan Single 在Schedule Departure Time之前 是可以改飞 可以改 只要没有差价 有个Terms不断写 Douglas差一个站 差一个叫小西湾站 聊一下 不要是小豪湾站 我知道你说什么 很搞笑 不过算了 鸿岸站也停用 旧鸿岸站只是失调 没有分旧鸿岸站 新鸿岸站 旧鸿岸站 都是鸿岸站 应该没有分得那么仔细 而且其实上面那堆东西都是一样的 下面的月台 不一样 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变成 继续回答 有 Off-Pit和Super-Off-Pit 昨天才问GWR一个问题 如何查询这班车 是不是Super-Off-Pit 以后 跟大家分享 就给了英国的朋友 应该很有兴趣 现在我越来越 明白英国的铁路系统是怎样搞的 虽然很複杂 也慢慢在这里学会了 Tracy说 小时候老妈带回大陆 在红盒 大火车 吓死我 有迫 解放 带很多东西 我都记得 不过那时候 那时候 我记得 感觉是不好的 不过 当年是这样 解放先锋 回大陆旅行 Nelson 答123B 那三个站 有听过 但没见过 不是 临时街 其实就是上环站 一个 预留的结构 你应该是会走过的 不过现在就 封了板 不知道什么 砖石山 和屈地站 应该就见不到 那些就是 还有其实 还有不少预留结构 不过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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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原先给西铁出去的路口 很多 将来有机会和大家说一说 如果暴雨或其他原因引致入水 金钟站这么深入地下 会不会变成 天甲乘奥下的快达楼 真的很难说 你看到这么多层楼 这么夸张 六层楼 我觉得暴雨 机会未必大 因为 应该 暴雨也是有限 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海啸和风暴潮 因为海啸是无限的 GWL GWR 是什么意思 最快开300 300是什么 没有300 200kmh 最快都是 300要HS1 或者将来HS2 英国头等很贵 我想说不是头等很贵 是普通等也很贵 货车飞加了很多 火车在冬铁 从来就不叫港铁 DC DCAC问题 Cross country Premif和Edebra 最贵 是吗 一定要夹对 有Split ticket 有Avance single 大特价 不然你不如搭飞机 要Premif 到Edebra 如果英国旅行有 Rail pass 年轻就有 旅行就可能可以 但是我们这年纪 英国 应该就 没什么Rail pass 所以买Rail卡 还有哪家 火车公司的 不是的 因为不同火车公司 我发觉不同火车公司 都有买其他火车公司的票 所以基本上 不用说 太过仔细 总之他买了一张票给你 那张票就有效了 不过就 未必是最优惠 因为有些 我都见过有些 火车票就是买 某些公司 例如Norfton 有个票就是Norfton 还要看清楚 我们上车之前 要教出你的车 是Norfton 找一集介绍 英国买车 真的我在计划 不过我就想 真的自己试过 跟着先跟大家介绍 省了钱 多谢你 很快就帮到大家 好了火车讲了一段 差不多讲了半个小时 接着也要讲回天气 始终 香港也有天气发生 先来看看 就是世界的天气图 现在美国好像没什么了 巴西继续下大雨 不同地方 印度南边也开始有些大雨 曼格拉 另外南海北部 也是有些 很厉害的东西 看回香港附近的雷达 看到其实现在 也有些雨区 正在去香港 黄黄的色 其实也不细雨 我们讲了半个小时 好像有些发展 一会再继续下来才知道 是 怎样的情况 其实香港现在出现东风 本来东风 的情况下 那些雨应该 有些稳定的作用 不过似乎现在 实际上的情况下雨也不小了 要调一下 看看会不会出了警告也不知道 咦 还只是得雷暴警告 天文台今早四点钟 就23度 气温开始 跌跌跌跌跌跌 不过 不算跌得很多 各区下雨 就不算很多 过去一小时 的雨量 最多 某个站 就是观塘的某站 东区某某站 都是拆红迷鱼 最多就是西贡 某某某站 就是九红迷鱼 那就是天气预报 游遥连路以下 隔了一轮 已经是4点45分 伸出的 继续讲低下吵 也是对的 真的有点吵 不过又有点 偏东气流 其实是不是有点矛盾 那西面是吵 东面是偏东气流 偏东气流就是一只 预测 也是被中雨加累 然后就早上就较大 气温就是给一个降温的预测 日间降温 23度基本上 日间不升温 到晚上就21度 风也挺大 利安简中出道强风 明天就沙口罩雨减少 早上气温也是跌到19度 依然不改 我觉得也不会差很远 所以 最后一天了 不会改了 改了又不晚 就更差 接着两天就好些天 九日天看了 又要移动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改了 因为说说下话 也可能会有更新的 没东西改了 所以没什么了 今天初时大雨 还有雷暴 晒雨就变中雨 明天就是中雨变小雨 然后几天就浩天 留意了 星期一早上就跌到19度 参考一下 欧洲中期天日预报中心 香港网格点的预报 这个市区是网格点 新校不用了 不用市区 最大雨其实就是香港 凌晨2点到早上8点 这段时间 也不是最大了之前的6个小时 不过 凌晨2点到8点都仍然很大雨 如果你看Ensemble Median 也有十几毫米雨量 6小时来说也很大 不过雨很快就会停 到了早上8点 或者之前 六七点可能也会停了 然后日间的雨就会小很多 但气温真的是插水 最新的模式就说到 中间数就20度 那其实怎么也有20的 我相信 跌不跌到19就难说 因为雨是停的话 应该 就未必跌到19 不过买19 最后出20 也不是差很远 所以 不改就算了 之后 应该也不会跌太远 大家看看会不会跌到19 如果19 一字头 五月中旬来说 都算一个相当低的气温 接着看台湾的天气 台湾今早早是天阴 很多地方都下雨 台北其实气温只有21度 台中也是21度 高雄也24度 比昨天跌了一点 中间气座国预报 今天天气会有雨 最高气温20度 明天继续有雨 台中今天也是有雨 最高气温24度 明天继续有雨 高雄今天也有震雨 最高气温28度 明天也是继续下雨 台湾的天气也比较差 看日本的情况 日本气场厅预测 东京今天天阴 最高气温22度 明天多云 内不中有点骤雨 大马方面 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23度 明天天天阴 再看世界各地的天气情况 资料来源 都是当地官方气场部门 韩国首尔今天天晨 最高气温23度 明天天天晨 新加坡 终于不给太阳公仔 给回雷暴 最高气温34度 明天继续有雷暴 澳洲方面 Sidney今天阳光骤雨 最高气温26度 明天天晨 Malban今天部分省有阳光 加坡 下午20至14度 明天天有 meidän לett T PB&N 下午8 昼4 NSC 18至23度 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 美国方面Los Angeles星期一好天 喜温教父17-28左右 星期一大霧 San Francisco星期一多运 喜温教父12-20左右 星期一好天 纽约星期一有雨 喜温教父15-23左右 星期一继续有着雨 明天说到这里 还有一条自问自答的问题 还未回答 记住回答 为什么昨天下这么大雨 雷达也看不到 解释一下雷达的运作 我先拌一张雷达照 没有太多准备 简单来说 雷达有限制 香港的雷达 一个在大老山 一个在淡堡山 其实都是在山上 所以简单来说 在雷达下面的雨 一定是看不到的 连雨报员也看不到 淡堡山500多米 大老山500多米 大老山 大母山900多米 所以简单来说 大概一公里以下的雨 都是很难看的 但是雨起东风 很多时候的雨 都是一公里以下的 所以东风的雨 很多时候真的下到 雷达才知道 这个不是你和我 在局外人 先看不到 连雨报员也看不到 不过另外 昨天有些情况 应该是雨报员 有机会看到 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外人也看不到 因为天文台的雷达相 不知道是2公里 还是3公里 还是2.5公里 我不知道最新设置在哪个位置 因为如果设置太低 为什么天文台不设置低一点 为什么不让我一公里 令大家看得到PPI 因为很多雜讯 如果拿那张雷达相 拿出街 大家会常常天文台 天文台问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蓝蓝蓝蓝蓝 这么奇怪 做连雨报员 就懂得分 但是市民一般未必懂得分 所以天文台 给市民看那些雷达相 都是2公里 还是3公里 我相信是3公里 变了3公里以下的雨 其实就是那张雷达相 看不到 例如昨天那些雨 其实就是 香港的昨天那些雨 很多都是2公里以下的云层 下来的 所以雷达照到 是照不到那些云 和那些雨 所以就没有了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将来如果有时间 做一些3D模型 和大家解释一下 再仔细地说 好 看看留言 先看看 首先 我刚才也看到很多 留言 1 2 3 他的解释和一样 其实基本上也是 现在看雷达也想下大些雨 不到香港 不是了 现在到了 我刚刚说了一段时间 你9点16分下的 明白的 现在差不多整个小时 现在开始下来了 是的 不好意思 如果跳过留言 看不到也没办法 因为有很多留言 我尽量找一些 和天气有关的留言 再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Windy好像很大雨 但是HK就没有那么深色 其实这里也要说一说 就是 天文台的雷达照 它的单位不是dbz 是mm per hour 这个又有另一段故事 要说一说 就是如何将dbz 转成mm per hour 如何Windy 如何将天文台 这个我相信 又不是没有用天文台的 因为如果看这个公仔 似乎是中国气象局的雷达图 深圳 竹子林也有雷达 所以又不能说看不到香港那些东西 未必是最清楚的 dbz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 台湾那张雷达照 也是用dbz 我觉得这些是较科学的说法 主要做mm per hour 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不过将来再跟大家说说 有什么问题 以及如何理解那些东西 emmelriders说 排队等开新站 那些铁蜜 不知道是淋湿了什么 不是室内的吗 会淋湿的吗 不知道会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排队 看看 Tracy问了 继续问火车 好 先看看 雷达也不是很多问题 天气不是很多问题 先回答 因为我答火车 和火车基本有没有方便利 有的 有的 我看到一些职员 拿着板 就方便一些人落轮椅 不过就是要 和站长沟通一下 和火车公司沟通一下 他会帮你的 是的 多米尼也回答了 很多站有陪陀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不过要先跟他说 不然他未必各个位都有 还有有些火车是很好 例如新Elizabeth Line 那个纸车 基本上在月台直接上都可以 如果是轮椅 但是很多火车都要上一两级 那些就真的要帮你了 那些就真的要帮你了 123B说 香港的大月爆发位 沙田和西贡半岛 这个即爆气 你即场报道是吗 我也是 即查看这个照片更好 历史丹克 我都不会 我买最低的19度 不会去到17.8度 今次应该不到 是 MLRiders 答Nelson 因为Windy用dbz 天文台的雷达用mm per hour 两个scal不同 是 就算大家都用dbz 你颜色的选择都可以是不同的 还有mm per hour 是有些问题的 前些我再给大家说 对 左击一下任何回报 就叫dbz 然后写照 换回去 mm per hour 但是这个换回去 这件事 我立刻按给你看 可以按到dbz 换回去 这件事有很大的学问 这个叫qp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es 我以前做小螺旋 很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做qpe 和qpf 将来呢 有空了 拿回我自己的书来 再介绍一下 将来 带妈妈去 是 没问题的 你跟他沟通一下就好些了 那应该比坐巴士好 如果这样 幸好 香港的铁路米 不在英国 为什么 不明白 英国也有铁路米 每个地区都有铁路组织 如果是24点 要去新闲的站 24日很快 Elisabeth Line 3日时间也有很多人 很多英国人是铁路米 其实每个区都有 这个世界每个地方 都有铁路米 我算是半个 也不是很迷 不过也知道一点点 希望没有留任何论 重要论 或者我刚才放到的论 我也希望尽量回答 如果没有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给我 或者胡思聊天 我来不中 都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最后提醒各位 点赞分享和留言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用Youtube的Superchets Superstickers Superfans 或者加入成为会员 还有提醒大家 还有个免费的Telegram 胡思聊天 大家可以进去 还有胡思广播 我出新片 会用胡思广播通知大家 虽然有时 不好意思都忘记了 不过尽量做回这件事 还有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点击我的按钮 免费订阅胡思频道 我们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